这个项目是必要拿下 好的 姜总 姐姐 给你发短信怎么都不回我呀 我妈托你照顾我 你就这样管我呢 三天打约两天晒网了 这一个礼拜都见不到你几次面 跟谁说话没打门戏 再说了 姐姐我呀 这是放养事 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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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集团陈总 想要愿您洽谈咱们修院集团 东区的百艺项目 下午三点是公司董事例会 例会结束 有一个福布斯富人榜论坛 需要您作为常年的榜 谁要是没有我允许 不要出现 以防暴露我的身份 行程取消 掉头 去江曼江 是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宋子安 这不是给我的吧 我从来不穿这么廉价的黑色 是吗 那我下回 给你重新买一条 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近日有狗仔拍到 宋氏集团的总裁 宋子安 和江家洋女许妮 在深夜于酒店私会 宋子安先生 和他的夫人江曼小姐 婚内不合的消息 愈演愈烈 姐姐 我和姐夫不是故意的 你放心 我不会和你 抢宋夫人的位置的 姐姐 这是你老公 第五次出轨了吧 要不你把他修了 考虑考虑地理 要不你把他修了 考虑考虑地理我 走路没声音 跟鬼似的 你来得正好 帮我把家里门锁换了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那钥匙我留一把 随你 不给你 你也能想办法 弄到备用钥匙 要不我晚点来 你们继续 姐姐 我那件事情 我跟你道个歉 但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 有人偷拍我跟姐夫 我已经让法务部门 出了澄清声明 你只需要像以前一样 发布出去就行 做你的法务人 还真惨 每次都要睁着眼睛 说瞎话 这已经是 今年的第五次了吧 是吗 那我下次注意 我这有份文件 你看看吧 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 晚点看吧 就是啊 姐姐 姐姐 姐夫每天这么累 你怎么也不知道 体谅他一些 为了上镜 还特意沾了甲泽毛 狗仔拍的每一张照片 都有看镜头 还真是难为你了 照我看 你挺适合去当眼人的 姐夫 你看着她 江满 她是你的妹妹 没必要这么咄咄逼人 宋子 你现在的品位 真是有够低级的 文件记得看 墨歇阳 明天来公司上班 出什么事了吗 姐姐 怎么这么急啊 江市最近 恐怕会有一些变动 你不早点出师 我怎么跟墨叔叔交代 你那边怎么有水声啊 你现在在 你怎么还在这儿了 把衣服穿好了 生病了还得我照顾 姐姐 你这不会是 害羞了吧 我听说男人三十岁就不行了 我才二十三 要不 和我试试 我有什么好害羞的 你别忘了 你小时候连尿不湿 都是我给你换的 还有啊 别老来我家洗澡 男女有别 我都结婚了 结婚怎么了 结婚就不可以离婚吗 把你的心思给我收一收 你爸曾经在我创业 最艰难的时候帮过我 我可不想被他认为 我是恩将仇报 江门 你没必要为一个外面的女人 和我离婚吧 我不是说过了 没有人可以威胁到 你宋太太的位置 在你心里 我在意的就是 宋太太这个名头是吗 这份离婚协议 我就当没见过 你也别和我闹 抱歉 宋子安 我嫌脏 离婚吧 怎么 你要跟他离婚了 说正事 你打算什么时候 来公司实行 你别忘了 莫叔叔把你送过来 是为了让你 跟着我学习管理公司 好回去继承家业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如果一直逼问 我的私生活的话 现在就可以走了 我会去你公司实行 还有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接受我 小屁孩脾气还挺大 你们怎么在这儿 姐姐 新闻上讲的都不是真的 我求求你 你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跟姐夫啊 曼曼 你别生气了 刚才我都和妈解释过了 立即 妈年纪大了 你就别让她操心了 对啊 姐姐 你肯定要为妈妈考虑的呀 这样吧 你要有什么气 你尽管冲着我撒 姐姐 你 你不是说有气臭你仨吗 怎么了 姐姐 我知道错了 被家里收养 不知感恩 想方设法爬上起伏的床 你这样的妹妹 我可能真不敢爱 不是这样的 姐姐 别哭了 你哭得好像是我错错了一样 妈 你劝劝姐姐吧 我真的没有啊 妈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的 我都不知道我接你回来 是对还是不对 你太让我失望了 好了 你也长大了 你自己出去吧 别再回来了 还有你 宋子安 要不是曼曼 当时非要坚持要跟你 我才不允许她嫁给一个穷光蛋 现在可得好 你有钱有势 天天花天酒地的 行了 你也别在我面前游说了 这件事 还是由曼曼做主吧 妈 你别误会了 我是真心爱曼曼 宋子安 别在这儿恶心人 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 我们去办手续 姜曼 我才是姜氏最大的参顾人 你的补分 我会按原价买下 资金归还给你 从此以后 你和我姜氏再无关系 你确定你们姜氏 出完这笔棋 才能支撑下去吗 行了 刚才 我就当你耍小兴去 别闹 宋子安 这种名存实亡的日子 我真的过够 现在带着你的小三 马上离开我家 不然 我就报警说 有人私闯民宅了 姐姐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早在你们结婚之后 你就已经把这栋房产 过户给姐夫了吧 所以现在应该走的人 是你吧 要不说让你多读点书呢 这套房子是在结婚之后过户的 属于我个人财产 就算是离婚了 它也归我 我不希望我再回来的时候 家里还有垃圾 你什么 这是什么 莫少 姜总让我把宋子安所有的股份 全部折线还回去 但僵尸的资金链 根本不够 除非 除非是能和 掌握京都所有资金链的 修院集团合作 才有一线升级 修院集团 最近东西有个项目 届时会向外招标 可以试试 您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在这 姜总 姐姐 你不是说 让我来你公司实习吗 你不会忘了吧 姜总 你将按照您的吩咐 和莫少交接完所有的工作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是 好看吗 你把那个李秘书 安排在你身边 不会是为了满足 你看帅哥的癖好 这个被你发现了 那你还不如多看看我 我人帅 心又善良 你看我这装扮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成功人士的味道 还不错 就是啊 这个领带太老气了 那不还是为了在你面前 变得像个女孩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对了 姐姐 在公司喊我姜总 赶紧把工作做完 不然今天啊 你得加班了 姜曼 别装了 你脚受伤了对吧 姜总 您脚怎么伤了 要不要去医院 你现在立刻去九尖堂 把他们家最珍贵的 跌倒药买了 您是说 京城最顶尖的医馆 九尖堂 我怕是没这个身份 就说是我莫修瑶瑶的 马上去 是 你等我一下 你这不是有药吗 怎么还要离秘书出去吗 我就是不想姐姐身边 还有其他男人在 你头多大了 别动 脚崴了也不说一声 要是全了怎么办 这不公司还有这么多事 等着我处理呢吗 行了可以啊 再忙也不能不顾自己身体 莫修瑶 你放我下来 姐姐 不要乱动 我要是抱不住你的 你 待会要是摔了 我可不负责 你 这药啊 你一定要记得付 我 人小鬼大的 还管起我来了 不过今天 还是谢谢你啊 那 我有什么奖励吗 这个月多发一千块钱 江曼 你把家门锁给换了 你是不是把家门锁给换了 没错 就是为了防止你这种人骚扰 江曼 你如果介意我和曲妮 我现在就和她说清楚 宋子安 我真是好久都没有见到你这么紧张了 我记得上一次 还是我第一次发现你出口的时候 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女人和我离婚 宋子安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感情 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是我整天陪你喝酒应酬 喝到未出血 我在家打理家务的时候 你呢 你第一次和女人出去鬼混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我 那天是我的生日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错 你为什么一定 江 如今我们的感情已经变质 好聚好散 离婚吧 我都说了 我会和曲妮断的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离婚 你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可我不行 我要的是一份真挚纯洁的感情 而你 早就已经玷污了她 那如果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了 那是你的事 与我无报 放手 让你放手 我永喜欢的人了 江门 你刚刚说什么 这个京都 除了我 谁敢要你 你 姐姐 现在你看看 你就是她养的那个小白脸 你就是她那个四处留着的脑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 只能成为江满生命中的过狗 和她离婚了 也轮不到你啊 江满 江满不是你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玩 我们的脚受伤了你没发现 但凡你有丁点照顾她的感受 这不愧再出轨好多次了 还跟个没事人一样回来找 要是再一个骚扰她 可我对你不肯气 我们走 千万 休想离开我 姐姐 让她走 已经通知物业了 刚刚谢了 帮我解决了个大麻烦 其实对付那种人渣 你没有必要打她的 有千万种方法 没必要脏了自己的手 都是成年人了 亲一下不介意吧 姐姐 那可是我的初吻 怎么可能 你难道不知道 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同恋爱 姐姐 你亲了我 就要对我负责 莫小瑶 我们差了整整七岁 而且我离过婚 那又怎么样 你一直都是我喜欢的姜曼 不要用这种理由来讨责我 我知道你被宋子安伤了心 但你不能因为她 就否定你身边的所有人 莫秀阳 公司的事已经够让我烦的了 你别再逼我了 好 帮我放着 晚上洗澡 记得注意脚踝的伤 今天没像往常一样发晚安呀 看来是真生气了 蔓蔓 明天陪我去逛阁街吧 好啊 正好最近心情不太好 蔓蔓 你和宋子安还好吧 就那样了吧 我准备和他离婚了 太好了 你那个弟弟怎么样 听说他有钱体贴长得还帅 最关键的是 对你很好哎 他确实很好 但是我不想被人说是老牛吃嫩草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 现在最流行的是姐弟恋 老男人他不吃香了 还是算了 他闹了 前两天还给我闹脾气 那你 当时给他买个礼物哄哄呀 现在这种小男生他最好哄啊 那有个商店 走 去看看去 哎 你看看这个 哎 这个不错啊 你觉得他合适不 哇 姐姐 好巧啊 哎 你也是来给姐夫买领带的吧 现在的小三还真是猖狂呀 居然敢来到郑宫面前放肆 姐姐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 但你也用不着让你碰这样羞辱我吧 江小姐 您的领带已经帮您打包好了 待会儿给您送到家里 麻烦你了 嗯 姐姐 你看 我给子安哥选的 这条领带他会喜欢吗 不好意思啊 我跟他不熟 哦 对了 下次勾引男人的黑丝 可以买贵一点 毕竟人头已经这么廉价了 想把您少得意 我告诉你 等我成了宋太太以后 我就再也不会看你们的眼色过日子 雪妮 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闹 不如让他回去 把婚赶紧跟我离啊 走吧 姜曼 咱们走着瞧 姜总 近期关于您和宋总 婚内不合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的 很多合作方 都选择了资金雄厚的宋氏 姜曼 公司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投资了吧 只要你收了和我离婚的心思 那么一切我们都可以商量 混蛋 你还用这种方法逼我回去找他 姜总 修渊集团近期有个关于 东区的项目正在招标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知道 但是修渊集团的总裁 哪是我们这类人说见就能见到的 况且我们的资金 根本就坚持不到招标的那一天 我可以跟你们投资 莫少 你不看看这个项目的风险系数和评估报告 就借我了 反正你又看不上我 你要要钱的话更好 我呀 最不缺钱 太子爷就是不一样 一帜千金只为博得美人一项 那这样 这个项目如果亏损了 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 如果盈利 我们五五分 怎么样 都行 李秘书 现在开始着手准备东区的投标 再帮我约一下 丁宇集团的陈总 是 怎么 不生气了 被爱得有恃无恐 我们这种人啊 哪敢生气呀 领弹 你特意买够的 不是啊 商场摆东西送的 行吗 每个商场会送好几万的领弹 小屁孩 江总 你来了 江总 这怕是场洪门宴啊 他们把宋总都请来了 你先出去 是 陈总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陈总啊 我们要合作的项目 江门 是我平时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这酒桌上的规矩 你都忘了吧 看来 陈总今天也没心思谈工作 那不如我们改天再聊 江总要是现在走了 那我们的合作就没可能了 你自己定夺吧 李秘书 你在这里干什么 莫少 江总今天和丁宇公司的人谈合作 那帮人有意要为难江总 不知道江总在里面怎么样了 什么 说吧 要我怎么做 姐姐 这酒就来迟了呢 可是要先自罚三杯的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这酒 还是得拿稳的才好啊 江总 你今天能来 还是要看在宋总的面子上 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贵客的 我看着合作 还是不要谈了 江满 你的人脉 都是我宋子安介绍 离开了我 寸步难行了吧 想要投资 好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把那瓶酒都给我喝了 要么 回到我身边 姐姐 请吧 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灌他酒 我说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人啊 我早就查清楚 你不过是江市的一个实习生 想靠江满上位呢 可惜了 他现在自身难保 识相了 就赶快滚 你是心 陈海旺 你们丁宇集团的好日子到头了 还不快滚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这就滚 我这就滚 走 小梁 我好晕啊 姐姐 我们回家 收购宋氏的股份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莫修瑶是吧 我要你死 来 把药吃了 谢谢 你为了个投资有必要吗 明明知道自己的胃不好 这次的招标 我一定要拿呢 不会让宋子安得逞的 姜满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十八岁那天 穿着一件红色长裙 在台上大摊了一项 脸上充满了对未来的兴望 从那天起 我就发誓 我以后一定要娶你 我爱你 爱你的热力 你的真诚 我说这些 不是为了让你可怜同情 我只是不想 你一直困在 与宋子安这段 失败的感情里 走不出来 如果你累了 我的肩膀 可以随时跟你靠 莫修瑶 你不用耐心我 你的四斤已经到这儿了 修院集团 会在招标会上 开慈善会 这是我拉拢头 自和人脉的最后几回 我一定会好好把握的 还有啊 莫修瑶 有你在我身边 真好 喜欢这个耳环 江满 这次的招标 非我莫属 我会向你证明 只有我才有资格 站在你身边 我跟你 除了离婚 没什么好谈的 姐姐逛会伶牙俐齿 但是现在怎么 混成这副德行 参加这么高级的宴会 连个男伴都没有混到 我和你不一样 我不需要靠男人 提升自己的身价 你刚刚看的这副耳环 是戳自英国皇室的翡翠双叶 起拍价就要四千万 我听说最近姐姐公司周转不灵 这恐怕再喜欢也买不到吧 雪妮你看啊 今天来的都是京都的达官显贵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的 是以被我江家扫地出门的 弃你的身份 还是爬上姐夫床的小三的身份呢 闭上你的臭嘴 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 真是个上不排面的东西 没事别 这个痛啊 一定能 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参加今天的慈善会 今天的第一件竞品是来自英国皇室 艾米利亚女皇的 北翠双叶钓这一对 起拍价四千万 四千五百万 五千万 江曼 你跑 五千五百万 六千万 这么高 这宋子安旁边站的 不就是新闻里和他开房的那个女人 竟然敢带到江总面前来 姐姐 你来这个地方 不会就是让人来看笑话吧 可是我偏不想让你如愿 可是在别人眼里 你就是一个拢不住老公心的人 在这个圈子里 哪个男人身边不是一群阴阴厌厌的 可是有哪个女人像你一样 把这种事情掏而皇之的 放到明面上来呢 我许你 就是要把你江曼 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六千万一字 六千万两字 六千万三 七千万 好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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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霉啊 抱歉 我来晚了 我的心 为什么跳得这么高 又是你这个小白脸 江曼什么时候又长了个这么少人 那不是咱京都第一世家名门望族的墨家独子吗 什么 他就是那位不苟言孝 神迹难寻的 京都太子爷墨修遥 太子爷 您怎么来了呀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那位太子爷 将来有什么能力可以接触到这等人 还有比七千万更高的吗 八千万 九千万 这么高 一个亿 四千万 这次出现也太高了 一个亿啊 这么交价的吗 两个亿 我的天 两个亿啊 这 你确定 还要和我撑吗 还有比两亿更高的价格吗 两个亿一次 两个亿两次 两个亿三次 恭喜这位先生拿下我们今天的藏品 莫少 真是年轻有为啊 貌妹问一下 您和江总是 我在追他 还没有成功 请大家不要过多询问 您和江总真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啊 江总 咱们上次的合约还没有谈完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有时间 再商讨一下 可是上次我们江市收到的 是您拒绝合作的消息 瞧您说的 上次是我的不对 肯定没个不是 这次的合约 由您来决定怎么样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江总 您也考虑考虑我呀 我特想跟您合作 您给个机会吧 是啊江总 您给个机会吧 是啊江总 给个机会吧 大家进一进 今天的竞标结果 已经出来了 可以和修缘集团 合作的是 江市集团 好 好 什么 姐姐 恭喜你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紫安 这次公司为了买通关系 可是花了大价钱呢 怎么办呀 你想想办法紫安 你把罪给我闭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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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们京都太子爷的面子大 我熬夜做了一个月的方案 就这么轻轻松松被你给卖出去了 莫秋雅 我得说说你啊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 几千万的耳环 你花了两个亿 就当是做慈善了 来 给你戴上 姐姐 你耳朵怎么红啊 慢慢 宋子安 我怎么发现你跟条狗一样 天天跟在姜曼屁股后呢 就算你是京都太子爷 你有什么资格插手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你先去开车 我一会儿去车上找你 你现在本事可真够大的 这京都太子爷都能被你搞定 我说呢 那么着急跟我离婚 别废话 离婚协议书 蒋曼 你真的爱上他了 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 那我们就耻闹 法院见 曼曼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求求你了 别离开我 说到底 你不过是不甘心我 反手抢了你御风集团的那个项目 毕竟那个项目 对你们集团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或许你还不甘心 我姜曼离开了你 照样能活得风生水起这个事实吧 不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就是怕你 真的爱上他 宋子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我跟谁在一起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不再爱你了 怎么了 你脸不爽呢 你跟他待了这么久 都聊什么 离婚财产分割没理清啊 暂时还不能失去联系 你的意思是 你们要离婚了 这种男的不离 又是过年啊 太好了 那我终于有机会了 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追你了 这我可没说啊 行了 快开车 我快饿死了 收到 坐了 一大早上的吵死了 你不是有样是吗 阿满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来了 你最爱吃的 西城家的葱油饼 我胃不好 早就不能吃这么油腻的东西了 这样 那你再等等 我就给你买一些清淡的粥 宋子安 你这样有意思吗 曼曼 你别这样对我好不好 我已经和那些女人断清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走吧 别再来了 曼曼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要再敢来纠缠江曼的话 我会让你吃不脑 走这次 姓莫他 你不过是有莫家给你撑腰 你那点比得上我 你不会以为曼曼真的喜欢你吧 她只不过是因为你的钱 对公司有帮主 那又如何 就算我不是莫家的狗子 我也逼你强 赶紧给我管 江曼 我一定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我一定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要不你搬家吧 省得她天天来骚扰你 我搬哪去 我家 想得到没你 她短时间内不会再来了 我了解她 自尊心比任何人都要强 是是是 你最了解她了 又怎么了 我的小少爷 你说我妈要是早生我十年该多好啊 哪有她宋子安什么事 你就这么自信 我会喜欢上你 江曼 你的嘴里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话 嗯 你起来 太重了你 我 就 我数三个数啊 你不起来 明天就不用来了 三 二 好好好 我起来不就是了 回来一趟 带着江曼 莫叔叔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了 他会不会生气啊 没事 反正是我追了你 而且你还没答应我呢 别怕 你给我跪下 莫叔叔 你误会了 我 你们要打要骂冲着我来 与江曼无关 是我要追她的 莫修瑶 你给我少说两句吧 从小我是怎么教育你的 你再怎么喜欢人家 你也不能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啊 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 像什么样子 修瑶 爸爸妈妈从小没有怎么约束你 但是这伤风败俗的事 不能做呀 你知道现在外面怎么传你的吗 一掷千金 为了一个有夫之妇 江曼没有错 我们行的端做的照 要不是她送子安出轨 还纠缠江曼在前 我是不会去打扰江曼的 况且她根本就给不了江曼幸福 说说阿姨 你们别怪修瑶 是我的错 是我败坏了莫修瑶的名声 小曼 你说什么呢 有错的是我们家这臭小子 要不是这臭小子 做事没有分寸 你怎么会遭人议论呢 你口口声声说爱小曼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你都保护不好 以后出去啊 不要再说是我墨下的种 爸 曼曼 修瑶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阿姨 宋子安她已经出轨很久了 我们早就没有了感情 现在正在协议离婚 逍遥她不是这种人 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 有些话呢阿姨也不好说 脱离苦海就好 委屈你了 没事的阿姨 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们不要再怪修瑶了 之前我公司遭遇危机 都是她救我雨水火 我很感激她 你娘就这点本事了 她没事吧 放心 骨头硬着 曼曼以后有什么事啊 一定要第一时间 跟阿姨还有叔叔讲 千万不要一个人撑着啊 是啊 小曼呢 这么多年 说是我一直把你 当成自己的亲闺女啊 你们可不能把她当闺女看啊 以后还要取这刀鞋 我求她 你看看 这两个人 还害羞手了 阿姨 好好好 阿姨不说了啊 不说了 既然这样 你们两个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结婚 结婚 我没问题啊 只要姜曼同意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领导 阿姨 你叔叔呀 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这婚姻大师啊 不能儿戏 得由你们自己做主 不过啊 我和你叔叔啊 都很喜欢你 你要是能嫁到我们墨家 那是我们墨家的荣幸啊 这想当初 修瑶知道你结婚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三天三夜都没出来 你们俩啊 要是最后能走到一起 也算是圆了我儿子的一个心愿呢 是啊小曼 这里啊 就是你第二个家 谢谢叔叔阿姨 傻孩子 有些东西呢 阿姨早就想给你了 来人 把东西拿上来 阿姨 这是 这些是阿姨这些年 在拍卖会上拍得的真品 还有一整套 海景别墅的圆区房产证 还有直升机和停机场的许可证 这些呀 都给你啊 阿姨 这太贵重了 我真的不能用 小曼娜 你就不要再跟我们客气了 这些东西 就当是这些年 你照顾这臭小子的谢礼吧 你就收下吧 要是今天你拒绝了 改天我爸我妈 还是会想办法交到你手上 那就谢谢叔叔 谢谢阿姨 好孩子 阿姨真希望 你以后能成为 我们墨家的夫人 修阳啊 你现在在外面也玩够了 什么时候回家 集成家业啊 爸 公司是你自己的 我不要 我要向你证明 就靠我自己努力 也能跟你一样好 而且 我要用我自己赚的钱 给江曼最好的生活 哦 照这么说 你是想在小曼的公司 继续工作 那咱们可说好了 你不许动用家族的关系啊 当然 看见没有 这小子呀 真有我当年的风范啊 可不嘛 那就随你吧 小曼娜 那就还要再麻烦你 再照顾照顾 这个臭小子了 放心吧叔叔 莫秀瑶她 比你想的更厉害 好好好 那我们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 来来来 咱们去吃饭吧 今天呢 阿姨专门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鸡鱼豆腐 走 你尝尝去 妈妈 妈妈 咱们 咱们 你看看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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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们 我迟点会除掉我 咱们 我好想你 嗯 嗯 我 也好想你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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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是我了 子安昨天晚上 你说过的话 自己忘了 宋子安 你不就是想挽回江曼吗 我有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江曼现在不过就是在和你赌气而已 所以他找了一个更优秀的男人 就是为了让你吃醋 你们两个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 他心里是有你的 但是你在这个关口 你越是上赶着 他心里就越得意 所以 你不如跟我假扮恩爱情人 到时候他江曼看到了 自然就会回来找你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他江曼心里有我 你说的对 其实 我还打听到一个消息 他莫修瑶现在已经脱离莫家 准备跟江曼一起重新整顿江家 但是他莫修瑶不过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哪里可能比得过你啊 所以 你可以用莫修瑶来威胁江曼 让他回到你身边呢 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看上了莫修瑶 我需要你将江曼从他身边夺走 我才有机会上位 你野心可真够大的 行 我跟你合作 有需要的话 我会让人找你 江曼 我什么所有男人都会认你转 我什么子安哥一遇到你的事情就会失去理智呢 不过他对莫修瑶下手 江曼时会越来越厌恶他 那到时候便没有人再跟我抢紫安哥哥了 那到时候就没有人再和我抢紫安哥哥了 我就是宋家唯一的夫人 莫总 这个是公司这个月关于西郊的设计稿 这个项目会加入人工智能元素 我们得重新选择合作方了 把这个项目叫给江曼时 莫总 这个项目得先公开选品竞争 再进行方案竞标 由最终的获胜者附队 这一套流程必须公开 不能省略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江是不 可是江是主攻的是电子元件 恐怕他们也不会参加这次竞争吧 我问你 我是哪所大学毕业 被誉为世界第一旅工的帝国华商大学 那我的专业是什么 科技与未来技术 很好 那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 您是我们修院集团的总裁啊 还有吗 还是江市的实习生 难道 不会吧莫总 你觉得这个项目 交给我来出 会亏损 那当然不会啊 您可是科技研究学院的顶尖人才 这项目搁在您手里 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那不就得了 北水不流万人田 更何况是钱财 我最近这段时间都不会来公司 公司的大小事物都交给你来处理 我得去江市了 辛苦你了 王秘书 您是开心了 每天有家人常办 只有我家办到头突 为了追妻 自己给自己打工的 我也是头一次见 这个月的项目流水 等会儿做成文弹放给我 对了 通知大家十点半开会 是 对了江总 周园集团 刚刚发来了 西郊项目邀请 您看 西郊 他们还真是看得起我们了 电子科技我们一窍不懂 回绝料吧 是 干嘛要回绝的 李秘书 接下来有 你吓死我了 跑哪儿去了 刚说要和我把僵尸做得更好 就跑得半天不见人影 怎么 猜一会儿没见就想我了 莫羞遥 好了好了 逗你玩呢 但是说真的 你把修园这个案子给接下来 大哥 我们公司没接触过人工智能 怎么拼得过那一群专业的公司 谁说我们公司没人懂科技了 不还有我的吗 你 你行吗 男人 不能说自己不行 那你证明给我看 好啊 给你一天的时间 做个初始策划稿出来 怎么是这个呀 害我白起动 别贫子 快去做 是 多亏有您 我才不至于无家可归啊 要不是因为赏识陈总 我也不会在你危难关头出声相见 您的大恩大德 我陈某 永生难忘 以后啊 您让我往东 我绝不敢往西 是吗 那正好 我还真有一事相瞧 瞧您这话说的 哪敢让您求我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你知不知道莫修瑶 已经离开莫家 莫修瑶 害得我家破人亡 此仇 我非报不可 那你的机会来了 修园集团在西郊有个项目 关于人工智能的 我听说 你们丁羽集团 是做这个出身 没错 您的意思是 我们宋氏 也会参与此次的竞标 关于人工智能的开发 就由你负责 这 真的吗 宋总 真是太感谢您了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不过 这跟莫修瑶有什么关系啊 莫修瑶现在在僵尸实习 莫家对外宣布 关于他的一切 都不会插手 而僵尸 也会参与此次竞标 你可以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狠狠地 把它踩在脚底下 莫修瑶 你早在敲 江总 你的策划书做好了 这么快 你不会就随便画了两笔吧 江曼 在你眼里 我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莫修瑶 这真的是你做的 嗯 这还能有假 你也太牛了吧 这么短的时间 零件功能外观 都设计得这么到位 我为我刚刚对你的不信任 表示抱歉 麻烦了莫老师 现在知道道歉了 我告诉你 晚了 那您说个解决方案呢 晚上陪我约会 天天就知道我 公司还有一堆事 这个项目 你就交给我吧 反正流程你也不熟 跟我约会 我教你 我知道了 脸别靠这么紧 走吧 哎 走去哪儿啊 修缘集团 修缘 去那干什么 当然是去选材料了 笨蛋 我要是今天不帮你 把工作弄好啊 晚上约会 你肯定会想 我还不了解你 那你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走吧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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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啊 估计人测缘了吧 莫总 你怎么 莫总 嗨 这是修缘公司的 总裁的王秘书 我来之前跟他打过招呼 王秘书 您这也太客气了吧 我不是老板 他才是 对对对 确有此事 是吗 那还要麻烦王秘书 带我们去看看 选品材料了 选品 小姚没跟你说吗 哦 贵公司新交的竞标 我们也参加了 今天是来选材料的 对对对 您看我这太忙了 差点给忙忘了 江总莫总 这边请 好嘞 通知下去 别报道我的神 这两个人可真够奇怪的 江曼 好久见 他们怎么在这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 我们也是西交竞标的一员呢 宋子 你还真是英雄不散 既然今天有外人的话 我们就赶天赐 别着急走啊 我们既然是竞争对手 今天也都是来选品的 那就一起选吧 省得到时候说 我欺负你们僵属 你就这么肯定你会赢啊 我记得某人上次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吧 我身边这位 想必大家都认识 陈海旺 丁宇集团的前总裁 首相白将 做电子科技出身 现在跟着我干 因为 他被你身边的这 搞破产了 也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王秘书 去把贵公司的材料 都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是 宋子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花招 江曼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你就这么不信任啊 态度好点啊 哦 我忘记跟你说了 你跟我离婚的案子 我已经正式交给律师 我劝你尽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不然闹到最后 大家都不好看 我看江小姐的眼光 也不怎么样了 放着宋总这种大老板不要 跑去倒贴个被家族赶出去的废物 而且传得这么夸张 莫修瑶她不是废 陈海王 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公司是怎么没的了 你 陈总 有些话呀 我不知道当不刚才 我莫修瑶生下来背景就高你久等 我就算没有莫氏撑腰 单凭我一个人 也可以把你喊很短 放逍遥 你住口 行了 你别和这个毛头小子一般见识 说大话 谁都会说 只不过到时候 不要说的太惨 求我们放过你一条生路 本次西郊的项目涉及到公司精密 需要各位线上挑选 不过材料有限 先选先得 当然 如果选中了同一款材料 将进行竞拍 各位看看吧 本次材料为太惊和黄虹 我们选太惊 秀阳 你如果觉得太惊好的话 我们可以跟他竞争呢 我们也要太惊 那这不就巧了吗 黄秘书 您刚刚说像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要竞拍 没错 太惊的起拍价是三百万 这么贵 太惊其质地坚硬 重量较轻 可以抵制轻蚀 故价格更为高一些 陈先生若是觉得超出了预期 可以选择价格较低的黄虹 宋总 太惊对我们的迎面更大 万万不可更替 无妨 只要你看上了 我宋子安有的事情去问 莫总 江总 输价吧 六百万 我们公司可没这么多钱 别急 八百万 一千万 两千万 莫修遥 我提醒你一句 我们现在竞拍的是一公斤的单脚 你确定你们江市有那么多钱吗 宋总 这个价格是不是太高了些 这太惊 我宋子安 势在必得 那既然宋总这么想要的话 就给他们了 莫修遥 你是不是故意抬高价格 那又怎么样 不照样还有人上当吗 你 无所谓啊 不过是多出了一些钱罢了 你们没了太金 我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斗 我们走 孙兰 他们选了太金 我们怎么办 别急 太金虽然更好 但是此次项目更适合的是黄铜 太金虽然坚硬 但不好打磨 黄铜有更好的耐磨性 我们可以随意更换形态 这么说 我们的材料才是最好的 当然 况且他们现在花了大价钱去采购 到时候研发肯定会降低成本 宋子安一定会偷疼 还是莫总整性 狠狠敲诈了对手一笔 还分文不亏地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材料 这男人 简直完美地可怕 王秘书 感谢款待 我想问一下 亏公司总裁现在在公司吗 我想亲自谢谢他 上次帮助江氏渡过难关 我们总裁今天生病了 没来公司 我一定会帮江小姐转告的 那好吧 好了 你不是说今天要跟我约会的吗 走吧 嗯 总裁和夫人真是天生一段 姐姐 今天到底是陪我来约会的 还是说陪你来逛街的呀 难道不是跟我在一起 就算约会吗 熊瑶 小猫 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 真的是太巧了 这修瑶啊 也就只跟你逛逛街 我在家呀 喊他都喊不动 跟他爸一个样 那阿姨 你以后就喊我一起逛街啊 我小时候最喜欢跟阿姨一起逛街了 阿姨不是怕你忙吗 我记得小时候啊 你妈妈还因为这事 跟我吃醋来着 走 跟阿姨一块挑个包去 跟我挑个包去 妈 今天姜曼是来陪我约会的 我占有你女朋友几个小时时间 怎么了 这之前也没觉得你这么小气啊 行了行了 你自己啊 找个地方随便坐一会儿啊 走吧 阿姨 我发现您今天这身旗袍很衬宁 是吗 我也挺喜欢我这条裙子的 这呀 是你莫叔叔在南城出差的时候啊 专门找的老师傅 给我定做的 你要是喜欢呢 回头让你莫叔叔也给你带一条 那就谢谢叔叔阿姨啦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呢 是去给您挑个包 这两个人 全身上下没一个牌子 估计又是想来这儿 拍照打卡装明园 等下 走 您好 请问需要看点什么 小姑娘 你看我这身旗袍 有什么包 合适配的吗 大妈 我们这里可是全球最顶尖 最奢侈的店 您那点退休工资 够用呢 是吗 你们这个店 怎么个高级法 我们店里成色最差的 要几千万左右 您不如去地摊上买点便宜货吧 你们店就这种服务态度 那也得看我的客人 配不配得上我的服务呀 不过是在这个店里 上班的工作人员 还真和这些奢侈品相提并论吗 你 这发生什么事了 吵吵嚷嚷的 许小姐您来了 这位就是你老公 这次出轨的小三 阿姨 准确说是前夫 你前夫啊 真是瞎了狗眼 这么漂亮的媳妇不要 偏要在外面 和什么野花野草的搞在一起 敢欺负我王家妈妈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她 许小姐 让您看笑话了 今天来了两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没钱还有庄大孔的穷逼啊 姐姐 好久不见 还是这么穷算呢 这个是你这次要招待的客户啊 真是稀奇 什么时候咱们大总裁 也要亲自来谈生意了 不过你别说 其实呀你来也没有用 你要应该叫着那个姓末的小子来 毕竟这年纪大的 都喜欢小白脸嘛 许妮 说话放尊重你 请问 这位是 这位可是许小姐 以后要嫁入宋家当夫人的 你们这些下等货 自然是不配接触的 哦 就是电视上那个 无名无分 被别人包养在外面的小三 嗯 那确实是我们这些人 无法接触到的人物呢 哎呀 慢慢 我这样说 是不是 太直白了呀 阿姨 人家既然都敢做 那既然是不怕人说的 你看 这不还天天在大街上乱逛吗 也就是我们这种人呢 脸皮薄 做不出这种 心安理得 花着别人老公的钱 还耀武扬威的事 姜妈 你现在不过空有一个 宋太太的民险 你得意什么 我告诉你 子安哥已经答应娶我了 而你 马上就被抛弃 那我还真是求之不得啊 行了 慢慢 少跟这种人废话 免得沾了他们的晦气 走 跟阿姨 选包去 哎 许小姐 您今天来 是要买点什么吗 我不买东西来 你店干什么 哼 有喜欢的吗 哎 妈妈 这镯子倒是挺配你的 你看喜不喜欢 莉莉 把这只镯子 给我拿出来看看 许妮 你是狗啊 别人要什么 你就要什么 这镯子是我们先看上的 凭什么给你了 你看什么看的 这是价值九千万的 玉龙翡翠 你买得起吗 哎 江曼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 这只镯子它不适合你 你这种试了试的女人啊 就适合带点低摊货弯弯弯 要不然这一不小心 砰 把这镯子给碎了 把你公司卖了都赔不起 雪霜加霜 就是 只有许小姐这种高等身份的人 才配得上这个镯子 我看您呀 还是买点地摊货 带带算了 全身上下没一个有牌子的东西 我看你们啊 还是去买点地摊货 带带算了 就不要在这儿丢人现眼 你们店评判别人的富有程度 就是看穿着我 你几岁啊 对啊 那又怎么样 你也不好好掂量掂量你自己 别妄想跟我抢东西 包括男人 这世上我许你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得不到的 那就要看看 你能不能够拿得走才行 喂 王丰 到你店里来一趟 我倒是想好好问问你 你店里的员工 到底是怎么培训的 大妈 你可这儿演戏给谁看呢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是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了 莉莉 赶紧的 帮我把这只镯子包起来 好的 不好意思许小姐 这个镯子您带不走了 什么意思 这个镯子三分钟前 有一个叫温玉碗的女士 已经把她给预定了 这个镯子三分钟前 有一个叫温玉碗的女士 已经把她给预定了 你搞搞清楚状况啊 莉莉 我可是你们店的黄金会员 我有优先购买权的 来来来 当着我的面给我查 那个 那个叫温玉碗的女人是谁 不用查了 人在你面前呢 嗯 她呀 你们算什么东西 敢抢我的胆 这个镯子 我非要不可 老板 你就是这家店老板 我可是 我 温董 不合适 小人来迟 有什么事啊 请您尽管吩咐 哎呀 王总 你们店里的员工 好大的架子呀 叫嚣着呀 要把我赶出去呢 混账 温董是咱们第二大贵宾 白金会员 你呀 竟敢对他不敬 怎么可能 温董 请您进行挑选 王丰 你什么意思 什么白金会员啊 你眼瞎了 我这还杵个人呢 这个镯子 我非要 不好意思 温阿姨是白金会员 是会员中的会员 明白吗 温总 我不知道您是 充值了一个亿的白金会员 您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既然你是做服务行业的 那就要对待客户 一视同仁同等对待 你违反了顾客 就是上帝这条原则 那就是对工作 最大的失职 我看呀 以后也没有必要 再在这个领域 继续工作 你 赶紧给我滚 白金会员 全球仅有一张 我们店呀 所有的珠宝 必须经过温董 挑选完之后 才可以对外出售 小姐 要不您看看其他的 他们就是两个相搬了 怎么可能是冲着 一以上的白金会员呢 这样王老板 您再查 您肯定是搞错了 用 查什么查呢 实在不好意思 当初呢 是我钱太多 银行卡存不下 就在这里呀 随便存了点钱 真没想到呀 就成了这里的 白金会员了 许妮 忙活了半天 发现小丑是自己的感觉 如何呀 好啊 这只手车你们不让是吧 既然你们不让 那就谁都别想要 许小姐 你 看来某人的抗压能力 也不怎么样嘛 不过是丢了个镯子 就潮起成这样 要是知道宋子安求我 也不要跟他离婚的话 那也不得晕过去 小曼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你动他一下试试 莫总 您 您来了 曼曼 妈 您没事吧 没事 妈 难道她是 先不说 温阿姨是京都第一世家 末世的夫人 就说他是掌握着 整个京都商业链的 温氏集团董事长 许宁 你还真是什么人都敢承 你们这个店的水平 有待提高啊 什么人都敢放弃 莫总 属下失职 我 这 这就把他拉入黑名单 慢着 许小姐 这摔烂的手镯 准备怎么处理啊 这手镯都碎了 许宁 陪了再走吧 我 妈 宋子安给他保养费不够 他也真是的 你怎么说 也算是跟着他 醉酒的女人了吧 连这点钱都不能给 谁说子安没给我钱了 不就是一条镯子吗 我赔 王老板 来 这张卡拿去刷 许小姐 不好意思 您这张信用卡呀 额度不足 怎么可能呢 刚才看他这架势 像是把整个店都能买下来 现在 怎么连个手镯的钱 都赔不起了 谁说赔不起 这些卡 一起拿去刷 总该够了吧 许小姐 您这些卡呀 已经被冻结了 不可能 这些卡都是子安给我的 这怎么 喂 你买什么东西了 刷了我几百万 我告诉你许宁 公司现在正在搞笑 没那个闲钱给你 子安 我在 让他把账劫清了 再放他走 否则 直接送警局 是 莫总 许小姐 请吧 莫秀阳 她刚刚为什么叫你莫总 我妈不是在这儿吗 我爸是莫总 我不就是小莫总啊 秀阳 你带妈妈走吧 我呀 就不当这个电灯泡了 那阿姨 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大家发微信 好 莫总 这身上的秘密 还挺多的嘛 不愧是我们 眼睛可真多呢 冯秀阳 刚刚阿姨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好了姐姐 我们这不是约会的时间吗 那你还想去哪 跟我来 莫秀阳 你几岁了 还来这种地方 男人至此是少年 再说 你小时候 不是挺爱来这儿玩的吗 我哪有 到底玩不玩 我不玩 真不玩 我又不是你 我不玩 这篮球 投得进吗 要不你试试 这样吧 我们来打个比赛 谁要是输了 今天晚上先来希望 好 比就比 我 我 想 我 想 不分 熄灭 风一吹 你像 传递蝴蝶 片片 闪动了 情节 风一吹 你像 蝴蝶 我想 你看 我赢了 你不是篮球队长吗 你这么拉呀 一天 一天 他老师看着我干什么 心空熄灭 你会发现 我的眼泪 为你添水 在鱼最伤悲 我们去抓娃娃吧 抓娃娃 这个好好看啊 姐姐今晚这把你带回家 往这边 往左往左往左 差不多吧 可以了 怎么这么难抓啊 你应该先这样 慢慢地移动过去 江门 瞧你这点抽搐 我的心为什么感觉快要爆炸了 就这样 你看 抓到了 发什么呆呢 你的娃娃不要了 小心 你没事吧 江门 你真的很让人藏心 对不起 没事 以后有我和他 派在你身边 你就不会有事的 孟修雅 谢谢你 不客气 饿了吗 我们来 去买菜做饭吧 走吧 要不 我们敲外卖吧 江门 我总算知道你这卫兵 为什么一直没有好着 天天吃外卖 家里连个锅都没有 这不是平时都工作忙吗 都没有人回家来吃的 那你现在赚大方了 捡来一个勤俭持家 会做饭的男朋友 谁跟你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接个电话 嗯 你派人送一些调料 和厨具来江门家 厨具 莫总 您这是要为江小姐 洗手做羹汤了 怎么 你有意见 我哪敢啊 我现在就让人去办 哦对了 再叫人送一些衣服来这边 衣服 莫总 您要和江小姐 同居了吗 非洲那边有个项目 还挺适合你的 要不安排你去 莫总 十分钟内 给你准时送他 快点 蔓蔓 最近和那小奶狗 怎么样了 反正到哪一步了 跟我说说 仅限于拉手 什么 这么久就拉了个手 你们玩纯爱呢 要是换了我 我早就把王硬上弓了 你们玩纯爱呢 要是换了我 我早就把王硬上弓了 你说他 是不是不行啊 这么个漂亮姐姐 在他面前都不为所动 余淇淇淋 你行行好 少说两句啊 蔓蔓 你还是太坚持了 我跟你讲啊 就他现在这个年纪 体力最好 为了我的姐妹幸福生活 我必须出空一下 我让人给你去送个惊喜 你注意查收 明天告诉我张框 S 怎么这么快 许淼淼肯定憋着什么坏呢 不行 我得赶在梦小瑶前面一步 哎 等一下 先别查 先让我看一眼 这 怎么了吗 没事 可以了 去吧 哦 这次倒是很靠谱嘛 哇 莫修遥 你小子手一叶 现在真的可以啊 是想抓住姐姐的胃吗 别误会 这些 是给我女朋友做来吃 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小心眼 不吃就不吃 三 二 一 姐姐勉强答应 做你一餐女友 来 没出现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花 好的 我的姐姐 快尝尝 都几点了 你还不走 这么晚了 我去哪儿啊 回你自己家啊 姐姐 我家离你家一个多小时呢 刚给你做好饭就赶我走 我不走 这个死绿长 那你该干嘛干嘛吧 我回屋睡觉 你小子耍流氓是不是 可以吗 姐姐 谁啊 不管他 听话啊 莫秀阳 你买什么了 我没有买东西啊 刚刚那厨具是我买的 哇 姐姐 这么火辣呢 于妙妙 我杀了你 这不是我买的 你把它拿来 莫秀阳你给我 你要不穿上试试 姐姐 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我或许可以配合你 滚 看什么羞啊 又不是没看过 莫秀阳 你可别胡说啊 我什么时候 咱们小时候 不都一块洗过澡吗 真都忘了 我拜托你搞搞清楚 那是我给你洗澡 那能叫一起吗 那你把我看光了 你要对我负责 那你想 我怎么对你负责 姜满 不要玩火 莫秀阳 你想要什么 你猜 妈妈 你终于洗了 怎么 看来昨天正宽很激烈啊 打你好几次电话 现在才急的 你妙妙 你还敢打电话来 你买的什么东西啊 那可是我的战袍 没有一个男人 可以进你的 怎么样 您夏弟弟的体力 是不是异于尝尝呢 我的腰都快断了 你说呢 行我不跟你吵 还得去上班呢 行了 来 把牛奶喝了 你呀 在家也不知道穿鞋 赵梁怎么办 这不是还有你的吗 江满 你这嘴还真是 某人昨天 不是还爱不试嘴吗 行了行了 快把牛奶喝了吧 等我上班迟到了 我们的产品 要先通过第一轮 上市的试验 如果反馈良好的话 才有机会进入下一年 我总觉得 这个人工智能 好像还缺点什么 哎 某小良 当代女性 是非常强大的消费力 你说 我们给人工智能 加一个情感功能 怎么样 不错 这方面 市面上还没有人 想到我 我们可以先 从这方面下手 那 江总 宾客们都在等着呢 我知道了 咱们先过去吧 正好 把这个想法的可行 先跟大家讨论一下 嗯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你了 你就让我回家来吧 你说吧 这次又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姐姐 为什么那么讨厌我 她还涉及陷害我 打碎了一块 翡翠玉拙呢 妈 你知道的呀 因为现在的工资 我根本还不上的 你姐姐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真是没救了 钱我听你出 但是 你必须向你姐姐道歉 以后 就别回来了 要不是宋子安 不给我钱 我才不会去求 那个死女人 江妈 你让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 首先 我得先让宋子安 重新站在我这边 这方案还真被他们 给设计出来了 有了这个 子安就不会离开我了 江满 我看你这一次 还怎么翻身 子安 你来干什么 子安 我这次来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没什么事赶紧走 我这次来 是有事和你说 这是江满 他们关于西郊 做出来的设计稿 我想 应该会对你有些帮助 不需要 我们的设计 一定比他们好 克世子 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的话 赶紧给我滚 你听见了吗 默熊 他们都说 这个计划行得通 我们现在 就开始做出准备吧 还得是我们江总 出的好主意 有人动过设计稿 刚刚有谁来过办公室 莫少 刚我和你们一起出去的 我也不知道啊 去查案进口 是 有我在 我看谁敢动静 在那儿处着干什么呢 过来帮我看看 这个方案合不合理 来了 这里还要添加两个点 材料啊 不能少 那我 莫少 你先看着啊 好 怎么回事 莫少 刚刚许小姐来过办公室 把监控调出来 保存下来 是 莫少 方案要不要更改一下 不必 人站得越高 帅得越测 这一次 我要将他们一望到尽 莫少狠起来 真不是开玩笑的 怎么了 是妙妙 她和我晚上去酒吧 陪她喝酒 行 那我晚点去接你 她还让我带你一起去 真的 嗯 也是时候 该去见见你的朋友们了 那这样 你晚上先去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 没必要这么浓重吧 又不是没有见过 你不懂 今时不通往日 身份不一样 见女朋友的闺蜜 那就是见第二个账目娘 我可不能 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 嗯 随你吧 哎 妈妈 真是人风喜事精神爽啊 穿着打扮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真是太久都没有见到 你穿红色了 这不是岁数大了吗 也不是和穿亮色 不过今天呢 有特殊原因 嗯 让我猜猜 是不是你家那位 喜欢啊 就你最聪明了 喝你的酒 你是不是没跟你男朋友说 我们在酒吧见面啊 我跟他说了 怎么了 他就穿成这样来的 穿西装 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吧 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太帅了 你看 他左右两边的女生 都对他虎视眈眈的 看来 我得去宣誓一下主权了 帅哥 赏脸喝一杯啊 今晚 我陪你玩 各位 今天是我的好朋友 江曼和他的爱人 在这里 庆祝他们结婚一周年 让我们举杯 祝福这对逼人吧 祝福你们 想跟我喝酒 得先问我老婆 有毛病 有老婆还能酒吧喝酒 姐姐 你今天我这儿 莫秀阳 还有女人人吗 你跟我讲 来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 我想为我的妻子 献上一首诗 江曼 这次可真是给你 找到一个极品好男人啊 好把问 不需要 他莫秀阳 只爱我一顿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的酒水 由我来买单 请大家畅饮 就当是我和我的夫人 请大家喝喜酒 好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莫秀阳 我们在一起吧 这可是你说的 所以你愿意吗 我愿意 梦秀阳 这次 我可以继续吗 当然可以了 我的男朋友 西娇测试怎么样了 抱歉啊 松松 他们僵尸的人工只能流水 比我们多出了三千万 我们真的尽力了 谁知道 他们不按常理出牌 搞什么聚能恋爱 耗子给你花那么多钱 你就给我这么个东西 废 废我 还有 我们的机器也出现了问题 太近导致电路连接不流畅 经常死机 还有很多人投诉 松总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啊 我有办法 别没事找事 赶紧给我滚 我上次就跟你说过 我手里有江曼的设计 现在只是上市反馈阶段 离正式测试 还有一周的时间 你拿着这个稿子 利用他们的设计理念 进行改良 松总 有了这个 一切都好办 把设计稿给陈海望 让他求 你之前要的钱 我会让人打给你 我不要你的钱 那你想要干什么 我要你送子安 娶我 是你 你是从你习过吗 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 子安 只有我才有资格站在你的身边 不可能 不可能 好啊 那你就等着 宋氏集团破产吧 我记得之前 你就已经 亏损了一半的自己 如果你这次 再没有拿到合作 恐怕你送子安 就要流落街头了 宋总 你得为公司考虑啊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得等这项目结束 我等你好消息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想办法黑进僵尸的后台 把他们的所有数据 给我扒下来 可是 这需要记住 很高超的黑客才行啊 我说行就行 僵尸的后台防火墙 是我很设计的 想进去 轻而易去 失常之后 少不了你的好处 去吧 是 宋总 我还有一个办法 说 许小姐的这份设计稿 要是被暴露 是抄袭的 恐怕 对我们宋氏会有影响 不如两手抓 把我们的设计 继续改进 另外 我们公司还有一部分 剩余的资金 不如 用在刀刃上 什么意思 之前 我和修渊集团的负责人 打过交道 不如 到时候把他约住 按你说的去做 好 莫少 莫少 你看 他们的人果然有所行动 一群废物 就只会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谁有所行动 江总 莫少 没事 没事 告诉江总 是这样 上次您和莫少 开会的时候 许妮偷偷复制了 我们恋爱智能的设计稿 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当时你的情绪状态 不太稳定 我怕你出事 就没有告诉你 那现在怎么办 和莫少猜的一样 宋氏的人 果然开始把我们恋爱智能的后台代码了 那我们不如就 将计就计 将我们的软件推向顶峰 引诱宋子安他们 抄袭我们的设计 再起诉他们亲去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 跟我想的一样 那个 哦 我家里还包了汤 江总 莫少 你们先忙 先留了 完了 我们的数据库后台 当时是宋子安设计的 他肯定能解得开 完了完了 哟 这防火墙 还是他设计的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先别提这个了 我得看一眼后台 该死 锁住了 让我看看 这防火墙 脆得跟层纸一样 废物就是废物 我 沐秋阳 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怎么样 你男朋友 比那个渣男厉害的 莫少最强最厉害了 这个能追踪到 他们的网址吗 到时候方案展示那天 我们就用这个 证明他们抄袭我们设计 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不如这样 莫绣遥 没想到你心儿还挺多的 又怎 臭皮小孩 欢迎诸位 来到修院集团的招标会 设计展示 马上开始 开始 还请诸位 稍作等待 怎么办 我感觉好像有点紧张 别怕 不是还有我了吗 莫先生 有事还请你来一趟 我先跟王秘书 出去办点事 你在这儿等我 你去吧 姜曼 怎么 镯子的钱还完了 还有心情来参加招标会 姜曼你少得意了 这次 跟修院集团的合作 我们势在必得 如果你不想说得太彻底呢 我劝你啊 现在就趁早放弃吧 嗯 你有时间在这朝我放大话 不如先把朝我妈要的钱 都还给我 那是她自愿给我的 我姜家的钱 自然是我说了算 好好好 我看你到底能笑到什么时候 等这次大赛 宣布我们才是赢家的时候 就你妈妈那点钱 我许你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哦对了 子安呢 已经答应要娶我了 那你姜曼在我面前 就会说得彻彻底底了 那就 祝你们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啊 姜曼你这个贱儿 我劝你别在这儿挑战我的忍耐度 姜曼你 曹总 比赛的事就拜托你了 好说好说 不过这个比赛是公开性的 明目张胆地把奖项颁给你 是不是有些不多呀 曹总 这个比赛 我们宋氏 也不是非要拿第一 这奖也不止一个 是不是 您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宋氏无缘第一的话 那这特别奖 总是要有的吧 这样和修园集团的合作 我们也能沾上一些 您放心 事成之后 我宋宝 必定重金抽现 哈哈哈哈 宋总 合作愉快啊 合作愉快 宋子安还真是和以前一样 为了赢什么都能做 去哪了 你看 宋子安竟然私下联系 修园集团的项目负责人 就算他拿不到西郊的项目 也能借此将宋氏的民生作大 不愁跟别人合作 把视频发给我 好 既然各位都已经到场了 那么接下来我宣布 咱们的招标会 正式开始 首先 有请我们的宋氏集团上台 发布他们的智能设计稿 和使用展示 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许妮 我代表宋氏集团展示我方的设计稿 我们的设计稿呢 将从各个方面充分展示 人工智能的辩解 接下来 就由我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看来这宋氏 确实是下了功夫准备啊 这方案着实不错 不过 我怎么觉得和江氏的设计很像 以上呢 就是我的全部方案 谢谢大家 你看看这个方案 真不错啊 没想到宋总年纪轻轻 竟对西郊的项目 有如此之深的见解 以后宋氏要是发达了 可不要忘了我们这群老朋友了 现在才刚开始 以后 宋氏会在我的带领下 越来越好 还请许小姐在台上稍坐等候 接下来我们有请江氏上台展示 江小姐到你了 请吧 不知道我们江小姐是怕了还是不敢呢 这样吧各位 咱们再重新鼓励一下江小姐一次好不好 好 好 你把我僵尸的设计稿都讲廊了 还想让我讲什么呀 江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他许你拿的是我的设计稿 什么 找习 怎么这样 江门 不能吧 你说这话 了解正经 对呀江小姐 你总不能因为你们僵尸 做不出来设计稿 所以就想用这个法子 想夺走我们宋氏多日的心血了 我可不像某些人 只会使一些下界的事 你 江小姐空口无凭 就说我拿走你的设计稿 不如你拿出来证据给大家看看 就是啊江总 你这样很难让大伙儿信服 这僵尸的智能 该不会是抄袭宋氏的吧 曼曼 你做这些 不会还对我念念不忘吧 所以 才想吸引我的注意 真是朴信啊 你说这是你的东西 那么我请问 为什么上面会有我的字 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我不太好 我这个人呢 有一个习惯 我的东西 必须把上我的标记 你偷走设计稿的时候 应该没有注意 每一个空白 页上都有我的名字吧 还真是 对啊 就是啊 这明明就是你自己偷偷把名字写上去的 许妮 我劝你撒谎之前 打下草稿 你这份是妇怒 我就算要标上去 也得在原稿上留下 既然要狡辩的话 不如把原稿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就是啊 还不赶紧拿出来 这不就是这样 赶紧拿出来吧 到底能不能拿死这种 拿不出来吧 毕竟 就是那头 原稿在我城里得了 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 纵使就算是想赢 也不能盗取他人的成果啊 真不见 是你江曼自导自演 你的原稿就是从我这儿偷走的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既然如此 我就只能给大家看监控视频了 许妮 下次偷东西的时候请身影 被监控拍到了都没发现 真是个蠢 作妖人不知 除非锦莫为的道理 你都这么大了还不懂 你们江曼以前就这样 不允许别人记得分好 是 你也不差 真是那可怕的情人 江曼 你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我如果不配合你 今天把这出息引好 不就是辜负了 你一番良苦用心吗 你这个贱女人 我给你机会战胜我 可你怎么就是这么不中用呢 那怎么了 你搞砸了这次招标会 你们江世也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再重新做出来一份 所以 你们江世还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只要你输了 我就赢了 可是你那份 是不完整的设计稿 你连看都没看 就拿过来展示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早就已经准备了另一份方案 啊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偷走了 我都没发现 原来的那份方案 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这 这份设计稿简直完美啊 确实 各方面都考虑完全 就连投入资金也加盲了最低 但是 这利润拿的可是最高的 这江世 可真是人才济济啊 莫少 您的设计 可真是京城第一啊 这个设计稿 是你们江总自己设计的 我只不过是帮他修改了一下 应该夸奖的人 是他 那又如何呢 就算我的设计稿 跟你有那么一些雷同 但是我的展示 肯定比你们好 是吗 那就请您 给我们大家尝尝见识 来 这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你们宋氏 要展示的不会就是这么一堆乱马吧 蒋满 这都是你们搞的鬼 是不是 你们宋氏黑进我们后台的所有记录 我已经全部都掌握了 这不过就是我们江氏 对你们一点小小的反击罢了 这人可真够不要脸的 不过听说 他就是宋子安包养的小三 早就把脸给丢尽了 宋氏这次怕是要完了 不过江小姐离开了宋总 倒是过得风生水起 只可惜 这家花还是没有野花香 某人注定没有这个被老婆忘夫的命 不啥 您看这宋总 脸都绿了 他呀 怕是肠子都毁青了 子安 许妮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什么意思 这个设计稿 当初是你让我给你机会 你想证明自己 我给了 可是你怎么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诸位 抱歉 是我监管上的失职 耽误大家时间了 还不快下去 还不快下去 你要抛弃我 不想被我弄死 就赶紧给我滚 这些人啊 什么事 莫少 您说这宋子安 此举何为啊 把他当棋子 要是计划成功了 他宋子安也算没有白花这么多钱 将是现在失败 就把所有的锅 让许妮来带 他在另寻他房 真是个渣男 不好意思啊 见笑 接下来 就由我亲自为大家展示 宋氏的智能设计 我们宋氏的设计 主要分为两大类 安全 便捷 能以最大限度地 保护大家的隐私 而且也不繁琐 我相信 在座的成功人士 平时的商业讯息 都会交由专人保管 如果用了我们宋氏的设计 你们会省去一大笔的费用 这个设计 讹了而不为呢 确实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宋氏这个设计 如果投放出去 一定会有很好的市场 不过 我倒是更看好 江氏的设计 感谢江氏和宋氏两位总裁 请大家稍作休息 我们一会公布 获奖结果 江氏 看到了吗 不管你怎么努力 我都要高你一等 事实证明 只有我有资格 站在你身边 宋子安 让许民上台展示 是你的主意吧 你还真是一个 一如既往 只爱自己的自私鬼 少少恶心 江氏 不管你愿意 我都会让你回到我身边 欢迎我们的女战士回来 就爱打趣我 一会儿叫颁奖了 你想好办法了吗 你就等着瞧吧 好 好 大家先安静一下 让各位久等了 接下来 我将揭晓 获得我们修渊集团 西郊项目的货标方式 是将士 将士 大家掌声恭喜 那么 由于我们高层呢 也是十分看重宋氏 特此 为他们颁发 特别奖 修渊集团 旗下的安保系列 由宋氏负责 请两个公司 派出负责人 上台领奖 你去 我一想到一会儿 要跟他同台 我就恶心 啊 好 请两位 拿好自己的奖项后 让我们合影一张 我从未听过 修渊集团 成立了什么特别奖 况且我觉得 宋氏的设计 根本就配不上这个奖 莫少 您家位高群众 自然看不起我们这些 白手起家的人 不过你们 莫家的手再长 也伸不到 修渊集团来往 大家公平竞争 不好吗 我怎么感觉 莫少是故意找茬呢 就是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 江总 您别担心 莫少会解决好的 嗯 我相信他 就你这豆腐渣的设计 能够得奖 简直就是对 公平竞争的侮辱 莫修游 你还没用过 我们宋氏的设计 何出此言 你说你们的产品 安全 便据 可以很好地保护大家的隐私 但我有三种方法破译它 可以轻而易举地盗取你电脑里所有的技能 你重新和我作对是吧 想跟我作对是吧 你还不配 好啊 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你要是用三种方法破译 我电脑上的机密词 随便大家看 这莫少能不能行啊 不过我还真挺好奇 宋总电脑里的东西 我觉得这有点扯吧 两分钟三种方法 就算是智能界大拿来了 也不见得能行 管它呢 咱们有好戏看就行 一个安全智能 连最基础的防备措施都没有 攻破密钥 一次就能进去 我靠 这莫少不是一般人哪 才用了三十秒就破解了 这智能还真是鸡肋啊 文剑甲怎么手中的 让我们看看藏哪儿去了 这女人不少啊 宋总不是天天对外称 都是误会 见服不起来 这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 真是苦了江总和他在一起 可真是淫乱 让我们来看看 再深层的东西 一个安全智能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灵活应对各种攻击 但你的就像一层翠脂 轻轻一捅就破 劲爆啊 这个女人不是刚刚的许妮吗 这不是江宋家的养女吗 这都能搞在一起 真是猪狗不如啊 江总 莫少这是在替您澄清呢 这样宋子安的风评 也会急转直下 这下宋子安不想离婚 也必须离啊 够了 别急啊 这才哪儿到哪儿了 删个视频都删不干净了 要吃东西有什么用 这样的东西都能得特别强 简直是对修渊集团最大的 你刚才说要用三种方法破译 现在才两种 现在还半多种 如果你还是破译不了 不要你莫修游 跪下来给我道歉 别急啊 我最后一种破译方法 只需要一秒钟 听见了吗 行啊 我倒要看看你 一秒钟怎么破译 这莫少怎么不动啊 就是啊 这时间马上就快结束了 江总 这莫少这是 别急 莫修游他会有办法的 三 二 一 他怎么把电脑给摔了 他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了 想不出破译的办法 急了 年轻就是年轻啊 这点事就禁不住了 看见了吗 只有我才能拥有江湾 你 只有跪下来给我道歉的份 不过我是你啊 我是不会把这么重要的芯片安装在转机里 因为得到了它 我可以把它装在我的电脑里 直接复制你所有的电脑里 这一首 这一首也太帅了 还好我没有用智能科技 要不然我底裤都要被人家看光了 莫少真是太帅气了 真是极帅气 才智 能力于一身 老婷也太偏爱他了 他脑子是很聪明 但是你没见过他深夜用功的样子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想做什么 就做到最好 还好我们江总 找到了一身子 两分钟 三种破译方法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你这特别巧 特别在什么地方了呢 破译了又能怎样 这几个是修渊集团定的 你要公平啊 照他们说去 这这么长时间 太不赖了 不过莫少这次 估计真的拿他没什么办法 我从未见过 莫氏和修渊集团 有过任何合作 况且修渊集团 也是京都第一大财阀 莫少要是跟他对着干 估计也赖不着什么好处 听到了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 你莫修瑶抛开家事 你什么都不是 你拿什么跟我斗啊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是吗 如果我告诉你 这修渊集团 是我牧修渊集团 真的假的 修渊集团是你啊 你怎么不说 京都是你的 江满 这就是你找的新男人 满嘴晃晃 口出狂言 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我劝你俊好救手 赶紧给我管 这里是修渊集团的武汉 容不得你撒野 我看该鬼的人是你吧 那 那是修渊老总的得力助手 王秘书 是他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难道是 王秘书 您怎么也来了 我刚才和莫修渊 是闹着玩呢 干什么 抓我干什么 王秘书 你抓我干什么 莫总 这是你要的资料 他真的是那个 刑毒不定 杀法果决的 修渊集团的主材 修渊集团的 你知道莫少师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你贿赂我们 修渊集团的评委 以及你们宋氏 在背地里 做的那些黑色勾当 我都已经收集好资料 交给法院处理 宋子 你说我莫修渊 除了莫氏义务之中 你错 我就算没有背景 也可以把你狠狠地 踩在经理下 姜曼她不是物品 选择谁 那是她的自由 但是宋子安 你根本就不配拥有她 把这个离婚协议书 让她签了 下半辈子 你就在牢里 好好给我分清 不可能 我不会成全你们的 宋子安 你不要在这边 给我装什么伟大情深了 你要是真的爱姜曼 你又怎么会在外面 找别的女人 莫修渊 我爱姜曼五年了 我爱姜曼五年了 我爱她不比你少 只不过你现在 根本就不配跟我 你也不配再爱她 我曾经听你说过 你说我只配做她生命里的过口 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你 这辈子 你再也别想赢得她的心 带下去 姜曼 姜曼 剩下的交给你出了一事 妈妈 一脸的不开心 小雾惹你生气了 我需要她骗你 来 跟妈妈说说看 她明明是修渊集团的总裁 却骗我说是个普通人 还装模作样地去我公司实习 妈 你女儿都被人骗了 怎么还笑我 我当是什么呢 就这点小事啊 妈妈 修渊是妈妈看着长大的 这孩子对你的感情啊 我们旁人看得一清二楚 小时候 她在学校考了第一名 来咱们家找你玩 听见你说不喜欢高调的人 她赶紧把成绩单塞到书包里 妈妈相信呢 她不是故意骗你的 她去你公司实习啊 也是为了离你更近 当初 她听说你结婚了 好久好久都没有来咱们家玩 天天的背后关注着你 还打电话 了解你的近况 妈妈看得出来啊 她是真的爱你啊 如果说排一个最爱妈妈的男人榜 你爸爸第一 小莫一定是第二 妈 我知道她爱我 你跟妈妈说 你喜欢她吗 妈 我爱她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她在外面等你半天了 妈 妈 妈我先过去了 快去 哎 慢着点孩子 嗯 姐姐 我 对不起 是我惹你生气了 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怕你讨厌我 才没有告诉你的 小莫 你要相信我 我是真的爱你 莫修阳 我也是 姐姐 你知不知道 我多害怕失去你 笨蛋 蔓蔓 快看新闻 你妹妹在公司闹着要自杀 江总 那个叫许妮的 一直叫嚣着找您呢 她门口谎话 说您和老夫人 恶意苛待她什么的 说让她一无所有啊 现在网上 对我们僵尸指责声一片 我们僵尸的骨骗 在不断下跌 一路欠证 别急 我现在就过去 江总 你要小心啊 知道 大家快来看看啊 这个 就是那个恶毒的姐姐 真是有不可貌相 人长得这么好看 嫌弃如此恶毒 快下地区去吧 我看谁敢 你 你是莫少怎么来了 今天欺负江曼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你 江曼 许妮 你又耍什么鬼把戏 终于现身了江曼 你这个贱 一切都是你害的 你和你的妈妈 就是一个恶魔 把我从孤儿院领回来 到最后弃养我 我不得好死 妈妈对你对我一视同仁 你干出那些龌龊的勾当 才被赶出家门 我以为经历了这么多 你会洗心革命 没想到你愈演愈厉 我们江家真是费尽心 在养了你这么个白眼了 你闭嘴 你知道他们都说我什么吗 他们说我是你江曼的小跟班 我是你的替代品 我一辈子我都拼不上你了 闭什么 秦安之后 我就抢走属于你江曼的一切 你的妈妈 包括你的账 江曼之前把你当亲妹妹看过了 你现在居然这样对她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你们快来看吧 网上爆料说 她其实是江家的养女 还抢了江氏集团总司老公 他真是太过分了 真是个不要脸 真是不要脸 我们家没有欺养你 是你真的做得太过分了 我过死 江曼你怎么不去死啊你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门哥也被送进去了 我的钱 我的房子 所有一切都被收回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啊 徐妮 是你自己先看清了自己 别人才因此看低你 你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只能怪你自己 就是 自己干出这种丑事 就别怕别人说 不是 要是让我选他们两个 谁可是 我也不会选他这个疯子 我是个疯子 是吗 是吗 那我今天就疯到底 你别过来 再过来我杀了他 徐妮 徐妮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说我要做什么 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 凭什么呀 可是明明是你性格扭曲 才导致了这一切 你醒醒吧 你把刀放下 别激动 你要什么我全都给你 你 你别激动 你把刀放下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看什么看 都给我滚 快走快走 这个男人对你有多好 就连子安哥哥也对你念念不误 我什么也不要 我只要姜曼死 我要让你莫羞扬 既然开着姜曼去死 别动 好 好 别激动 我知道现在外面 一定有很多人 你在等着抓我 对吧 反正我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要死 姜曼 你就跟我一起去死吧 莫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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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儿 是你 你 小曼 你活该 走 走吧 莫羞扬 你别笑我呀 莫羞扬 莫羞扬 小曼 你们睡觉啊 莫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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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好好的 莫羞扬 莫羞扬怎么样了 你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羞扬 这是需要自己的选择 你不要怪自己 慢慢 没错 男人的职责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心爱的女人 咱们再等等吧 我最了解我儿子了 他宁愿自己受伤 也不希望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了 莫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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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你都几天没有合眼了 快去睡会儿吧 这儿有阿姨呢 是啊 孩子 你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们呢 没事的 叔叔阿姨 我想亲眼看见他醒过来 莫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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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醒啊 我都等你好久了 我答应你 等你醒了 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结婚 好不好 你快点醒醒啊 醒了 醒了 这可是你说的 醒了 醒了就好 慢慢就不用担心了 孩子 你把我们都吓死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啊 听到有人要和我结婚 当然得醒了 不然没有 心情待会儿该不认成了 你吓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放心吧 我回来了 妙妙 你说莫羞扬最近是不是有鬼啊 天天不见个人物 连微信都不回了 阿姨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这天底下 哪个男人他能出轨 莫羞扬 怕都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 我最近可能得去做一下猛龙 现在的小女孩 满脸都是娇圆蛋白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你这小脸的 那你都能掐出水来了 行 赶紧进去吧 杨茜茜 Lee 你给我出来 江满 曾下我们一起长大 但我一直是受你照顾的那一方 可我现在长大了 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 承受挣扎 我会在你身边照顾你 爱护你 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抱歉 这段时间是我对你疏忽了 但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想让你江满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姐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